手臂的做法跟大腿一樣 都是一樣,從一個BOX開始 然後也是從這個根部往外 就是我控制的那個轉軸一定都在這裡 這樣我比較能夠做這個操作 等一下才能夠轉下去做調整 那就可以先轉下來調正面 這個位置呢,轉軸的位置就放在肩膀的骨架中的位置 其實就是兩手的中心,大概在這個地方 好,因為這樣我們才有辦法轉下去做對位 這個也是八截 八到九之間 轉 轉的時候開著鎖隔點 因為這樣我才轉的回來 HOTOX 身體跟腳先隱藏吧,等下會干擾 選東西的時候盡量不要用再移動或旋轉指令 像剛剛就有動到,還來了幾昂度 如果來不幾昂度就問題很大 先弄細一點好了 因為取中間值比較好調整 因為取中間值比較好調整 右鍵 conversion poly 這等一下要接身體 這等一下要接身體 關節區呢,最後還會再做一次調整 就是 目前這裡只是暫時性的 放三條 但那個樣子的話 很容易變水管手 就是動起來那裡關節不漂亮 就是動起來那裡關節不漂亮 好,那正面調完 再把它轉向這一邊 翻過來 等一下 先垂直 要先完全水平移過來 也放在中間 再轉 OK 好,再繼續調整 那這空間中有點 這時候圈都要圈到前後 會比較難控制一點 應該是這兩個點 應該是這兩個點沒錯 好 好 那手背調完 轉回來 好 然後轉開一點 其實這樣子也行 但是我比較喜歡 再開一點 再跟身體接 刪掉 這裡等一下 還要再Scale一下 Local軸縮放 沒選到 Local軸縮放 因為手掌在這 其實沒有那麼正方形 再Delete 好 CopoSmooth RotoX 換成Rose on右鍵 on high all 好 那這是它手的部分 你會覺得很細 因為的確會比較 比原來再細一點點 這個手整個比原來再細一點 最後接了之後 還會再追加一個指令叫Push 好,就稍微的 往外推開一點點 造型不變 但是會再粗一點點 好,再去接 那現在先不管這件事情 好,先得到 你的手臂 那等一下要做的東西 是最麻煩的一個物件 就是手掌 手掌比做整個人還麻煩 往外推開 的 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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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掌